大家相當喜愛的三星落雨送秘境 現在不管是白天或是夜晚都相當的浪漫喔 三象高所為了營造年紀的氛圍 今年特別設置了多彩變化的燈飾 展現了紅藍綠紫的燈光效果 而在五彩燈光的照射之下 變成了一座奇幻的森林 散發著神秘又浪漫的氛圍 一年一度 農略過年 或是我們中國人最重要的一支 在後來白馬上就要到達了 我們三星鄉安農家的境界 是現在全國最出名的一座河川 在安農家上有很多漂亮的景點 每一年就透過這麼漂亮的景點來攏作 晚上也會很老的氣氛 所以路綠紫的秘境現在已經成為全國 很出名的一個夜間賞夜景的一個地方 我們不免遲在近年多 今天也要來點燈 將我們這路綠紫的燈朗 音樂燈朗 從今天開始來證實 對外來選佈 來迎接更多鄉親來三星觀光 除了在安農西還有破布屋堤房 這兩處路綠紫秘境點燈之外 公所還會在三星橋 廣星橋 歪仔歪橋等處來做燈飾 各村的重要路口也設置了兔年的燈飾 打造年節的意象 迎接返鄉遊子還有各地的遊客到來 我們也希望透過這種夜間燈朗 跟燈飾跟音樂廊道 可以帶來更多鄉親來實施我們三星鄉 讓我們三星鄉在專程做觀光鄉點的時候 可以對三星市的很大的注意 這麼浪漫的氛圍 從現在開始每天晚上的五點半 燈光會微微的亮起 一直到晚間的十點 而在2月12號之前 不妨帶著你的愛人 來一場浪漫的約會 宜蘭新聞記者史世銘 來下榮採訪報導